大家好,我陳老師 那這一個視頻主要是來說明 我們四柱八字學正式課程系列的介紹 你看過這一篇之後 你再決定是說要不要來加入我們的學習行列 這個是講的應該是蠻仔細的 那上完我們這堂系列的課會怎麼樣 就是你可以得到什麼 或是老師會教什麼呢 第一個就是老師不會教你偽訣跟假的 老師教給你的都是真的 因為有些老師他們不需要學生學得太好 他只負責學完 好像那你可以理解一些事情 那也不會太理解 老師給你上的都是真的 我怎麼用又怎麼教你們 或者是我們在一些古籍上可以載明說 這個是有可以用的 那不能用的 古書裡面上有 但是他不能用的 我會告訴你這個事情是假的 不要以為書上講的就一定是對的 無論是三命會通 無論是低天水 他們不見得會把真的全部寫上去 因為真的通常是在內傳 這個是古代嘛 就是這樣 一手傳一手 然後一手留一手 留到後面沒半手 真的假的混在裡面 那你學不懂 那你學完這個之後呢 能不能跟老師一樣的水平 我先跟你講 你學完我們這系列的課程 到最後一刻 你也沒辦法跟陳老師一樣的水平 為什麼呢 因為陳老師他是我會用很多的技術 來總和來使用推命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最重要的是 你也有很多的經驗 所以說你上完這堂課 你可以得到很多 但是你要跟我一樣的水平 這個我可能沒辦法教到你跟我一樣 這是有困難的 而且你要接近到陳老師的 目前的一個水平的話 你可以靠天賦 或者是你以後拜師 進入我們高級班的時候 可以去理解 拜師班跟我們現在的正式班 有什麼不一樣呢 就是你正式班到 取到後面你會發現一個天花板 那個天花板你想不通的時候 那你再進去拜師班 但是呢 基本上 基本上 你學會我們這系列課程 你可以成為菜鳥先生 為什麼是菜鳥 為什麼不是說你學會之後 我們就可以怎麼樣 行走江湖呢 因為你要當一個大師 你必須透過數量跟時間的錘練 你才能夠知道是說 這個盤裡面所隱含了很多很多的一個 雞腳嘎啦或是台語叫做妹妹嘎嘎的問題 所以說你必須透過時間跟經驗還有數量 把你從一個菜鳥先生變成一個大師 也就是從士兵還是從菜鳥變成老兵 他是需要時間的 好嗎 而如果你只是書房派自己去研究 那你其實說實在的 你沒有辦法看到世界的真實 比如說元了凡先生 他對武術是非常非常金屬的 但是呢 他在書房裡面所學到的東西跟他後來人生所體驗的 完全是不一樣的一個事情 那再要是看是說 你學會我們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怎麼樣的人可以是說得到我們所想要的呢 第一個就是你可以了解八字正式命學的一個結構 你可以分析自己的命運組成跟架構 也可以找到自己生命的強運跟弱運的時間 什麼時候是好運 什麼時候是疲運 疲運就是比較不好的運 或是什麼時候是貧運 都可以找到自己 也可以找到自己什麼時候會比較容易發財 那或是你要晉升 你要學習啊 那些時候的好運的地方 或者是你想要找到自己圓滿跟幸福的空間 每一個人的幸福 他不一定是賺錢 不一定是結婚啊 有些人他的一個幸福跟圓滿 是在追逐他自己想要的那個目標 好說每一個人的幸福跟圓滿的定義是不一樣的 所以最重要的是我們不要當一個老師啊 我們千萬不要把自己認為的幸福跟圓滿 架在我們的貴客身上 這是不對的 我們任何人都不應該把自己的定義去強加到別人身上 這是一個錯誤的做法 而也可以去明白自己與各種相遇之人之間的關係 無論是你的父母 無論是你的情人 無論是你的夫妻 子女 或者是一些來來去去的很多人 生命之中很多很多的風景跟人之間 到底為什麼會相遇 我們相遇之間會有什麼樣的關係 當然啦也可以替親朋好友去分析他們的一個時運旺衰 所以說你也可以成為一個兼職的命理老師 什麼時候可以變成全職的命理老師 就是你覺得我要去試 我應該要去開始設宴 就是把那個宴台設在桌上啊 等人家來做諮詢的時候 叫設宴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變成一個出師的老師 老師其實不一定要等到你已經非常厲害了 只要你有勇氣 那就是可以當老師 那你要學會啦 那有勇氣你可以當老師 每個老師都從不會變到會 會變到是你要開始走出去當菜料老師 後面有的很快有的很慢 那你可能就變成一個大師 當然也有人啊 那個你一輩子都沒有成為大師 到最後還是一個老師 這個每一個人的天賦是不一樣 每個人想法也不一樣 那什麼樣能適合學陳老師這段課程呢 當然就是第一個想明白自己生命結構的人 有些人他在追求自己人生的一個定義 或者人生一個目標 所以是說他想透過學這個 來了解自己生命結構的人 這個沒有年齡的高低之分 年輕的人他可以學會 慢慢從他人生體驗裡面去找到 有些人他可能已經很年長了 老師有些學生 拜師的時候都已經七十幾歲了 那也是很正常他從過去的生命歷程裡面 來驗證他自己的命格盤居 然後他所得到的東西啊 就遠比他過去所能怎麼猜測的 或是感覺的更能夠去了解 為什麼我會做這件事情 為什麼我有這段經歷 那麼我該怎麼去理解我的人生 這個都是有的 沒有跟你年齡上有分別 但是有人生歷練的人啊 學的一個效果跟速度是會比較好 然後年輕人他可能可以舉一反三 但是呢他缺乏人生的歷練的時候啊 他有時候不懂得人情世故 比如說有些他可能上偶 或者是一個小孩子可能白髮人送黑髮人 他只能說真可惜真遺憾 但是他沒有辦法知道這裡面的一個心情的起伏 這是有差別的 當然也可以想成為老師賺你額外收入的人 這個也是可以的 你出來下江湖來當老師 這也是可以的 這個沒有說學了你不能用 學了就是要用 你想當老師這個當然也是歡迎好嗎 還有就是說 想透過這門技術啊 幫助自己事業的人 老師有些學生呢 他是很有錢的老闆 他學這個幹嘛 他已經很有錢 他不需要去當老師 他也不會幫別人去算 但是呢 他想了解自己 我怎麼樣讓我的事業 運用起來更得心應手 這個還是有的 每一個人的事業不見得是掙錢 有些人的事業他是在於 比如說從事教育啊 從事藝術啊 從事聲樂啊 很多很多的 人的事業啊 不是僅在於說 我可以掙多少錢 可以掙很多錢 這個事業的幫助 是讓他自己想要發揮的一個地步 當然啦 你也可以純粹興趣想學 有些人想研究 但是呢 他不想去使用 因為他覺得 嗯 我只要了解就可以 但是我並沒有想當老師 我也不想幫別人解決問題 但是我只是有興趣知道說 啊這是一門學問 這個是很正常的 像老師身上也有很多很多的證照 但是我不會每一個證照 都去從事那個行業 沒有 我就是有興趣去學 就這樣子而已 好嗎 那麼你學本系列課程有幾個前提 這個是正式課程 你要學這個系列 它是有前提的 不是任何人 你都可以直接來上 老師必須要講清楚 說明白 你要這個準備 第一個就是你最好是要上過程老師 我們的基礎通識課程 好 這個是一定要去了解是說 你一定是懂這些所謂的什麼 所謂甲乙丙丁 不然你分不出清楚甲乙丙丁 它真正的含義 或者是他們的合化之間的關係 那麼你學這個課程 你根本聽不懂 是根本都聽不懂 那也必須具備 老師八字通識裡面的人 就是你要懂的 三合啊 或者是客啊 合規訣啊 或是你神煞啊 那因是什麼東西 這些東西在老師的八字通識課程裡面 都已經教過了 不會在我們的正式課程裡面教 正式課程就是你已經懂前面的一個基礎了 我們後面告訴你它的一個邏輯跟應用的方式 這個是我們的正式課程之前 你一定要有這個八字通識課程的內容 八字通識課程內容跟基礎通識課程內容有多少 那你各位可以去看我們已經開課了它的目錄 你覺得這個目錄我已經看過了 我已經非常熟年了 我是帶技術來去這個上課的 那也可以 你可以直接上 但是還是必須講 就是你一定要是先會 不然你想報紙的 我是完全小白 我不知道什麼是甲乙丙丁 我直接進入正式課程可不可以 我告訴你 你的合化型課都搞不懂 你學起來真的是很痛苦 而且你根本就不知道老師在說什麼 那就不要花這個錢 好吧 你先從我們的比較便宜的通識課程先學會 你再做會比較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我們的課程系列大綱裡面有什麼 好這個是比較重要的 我們系列大綱 我們上什麼課 那老師這邊把現在已經排定的課 他會先講出來 但是呢 他這個課程還會再增加 因為後面一定會有很多很多要補充的東西 這個八字這個學問 他其實是毫無止境的 那以後我們可能遇到一些特別的命令 或是特別的一個做法 或是命令明人堂的深入版 因為我們公開版就講出他會這個結果 但是在我們的一個八字課程裡面 那麼我們可能就可能不是一定會補充 但是就是可能補充說 誒這個命令是這個樣子 所以老師在社命上說他會這樣的原因是什麼 他的邏輯在哪裡 那這個可能就可以 會在這課程裡面不斷的增加 說他沒有真正的極限值 那課程我們第一個講到的是八字組成 跟他的一個什麼根果花苗 這個是他一個基礎 還有各宮的代表 每一個宮位他代表了什麼東西 還有我們要了解什麼是歲運 大運跟縣運 還有什麼是胎原跟胎襲 他對我們有什麼樣的影響 再來就是我們的命功 身功到底是什麼東西 很多朋友他在學書房派的時候 其實應該是不是很懂得這三 第三第四第五節 還有包含第六節 年空跟日空 因為一般的坊間的書 他不大會去寫這個地方 也不雖然他不難 但是他有影響 影響在哪裡 我們在排盤的時候 他也會出現 他到底是幹嘛的 其實會有點魔能兩可的感覺 那老師課程裡面會去講 還有就是八字六清新東的坐標位置 這個很重要 這個第七節課你沒上懂的話 你後面的東西基本上你就聽不懂了 好嗎 這個很重要的事情 我們現在看到第八節是要教你怎麼排八字的步驟 這個課程你只要聽過就可以 你要知道怎麼去排 這就可以了 因為基本上你沒有什麼太多的機會去手排八字 好嗎 這個現在的科技時代 你手排你學會了你去手排 我告訴你你還會排錯 所以是說最好的方法就是怎麼樣 老師已經給你工具了 或者是你自己又用熟的工具了 你用那個來起 用科技來起 他錯誤的概率絕對會比你手排來的 對的機率最高 那錯誤的機率最低 這樣講你明白 第九節就是我們的小兒觀善 小兒觀善就是小朋友出生的時候 他有一些觀善 注意的事項 對不對以後我們要擇日啊 剖父啊 或是新生兒啊 這些注意的事情就會有 那第十節很重要 就是我們的定身強跟身弱 他其實不只身強跟身弱 就是說我們要怎麼判斷 這個八字的硬度在哪裡 好吧 那個命硬不硬 就看你的這個身強跟身弱 這個地方就要去了解 那第十一節定喜用神 喜用神這個東西其實見仁見智 有些派別覺得喜用神很重要 老八字覺得很重要 但是也有另外一些派別 他們覺得喜用神沒有這麼重要 其實這老師在喜用神這邊 會講的比較稍微多一點的邏輯概念 你要去了解喜用神怎麼樣去理解他的一個存在 不是說你洗水你就去做飲料店 或洗火你就去怎麼樣去燒炭 變炭治郎他們家是不是 沒有 這個東西是你要去了解他的一個邏輯 而喜用神的邏輯 他跟我們的基礎通事課程 他是有關係的好不好 這兩個是相輔相成的 那從第十二節開始呢 就是我們的一些老八字 他有正格局 還有所謂的一個 我們的一些其他的格局 比如說有七殺格 偏硬格 商官格 這些東西啊 基本上老師告訴你一件事 就是說呢 這些格局啊 基本上都是沒有什麼太重要的東西 好不好 偏才格 或是一些雜格 這些東西是沒有什麼太重要的東西 只是老師為什麼會講 會講的原因是因為他是正格 正格就是在我們的一些生命會通 或者是滴天水裡面 會有講出這個幾個格局 有正格跟從格 但是呢 人的命不是用正格跟從格去定的 他也沒有辦法一直維持那樣的格局 為什麼一直沒有辦法維持這樣的格局呢 因為我們的第三節第四節第五節第六節 都會影響到是說他的格局的變化 如果有人跟你講你是一個正才格 你是七殺格 你是什麼偏才格的 那些東西我們聽聽就可以了 我們不用否定他是對或是錯 但是我們要知道 這個神事件的變數太多 你不可能只用這幾個格局 就說你一定是這個類型的人 這在農業社會或是封建時代 你可能可以 因為你這輩子農夫 你大概就是只能去考舊財 不然你就是種農夫 世代傳承下去 那現在不是齁 那雜格歷史就是他有各種不同樣的歌 老師會舉例出來一些項目 哪些命牌給大家討論 然後接下來到第17節 就是我們的一個比較主要的看事業啊 或是我們要看他的能不能經商 或是能不能創業 或是你適合當公務員或官員 還有你的學業啊 或是你適不適合怎麼樣呢 適不適合從軍啊 有些人是適合當兵的 他覺得有父母學 他應該去當一個比如說金公教 那或是你要當一個特別的醫生 律師、會計師 但是有些人他很適合當兵 他就天生適合當兵 比如說我們講實在一點 三國演義裡面的官二爺 對不對 他幹啥,啥不行 但是殺人第一名 我沒有不尊敬官聖帝君的意思 但是他的特色就是怎樣 他特色就是他在鄉下裡面 就是喝酒鬧事 他當時跟著劉備之後呢 他就變成就變成什麼 我二弟天下無敵 對不對 就是有些人他就適合做這些事情 那你把對的人放在不對的位置 他就很可惜了 對不對 他在和平時代官二爺能做什麼 我說不行啊 你就只能是打包不平 當一個地上 說白了吧 你就地方上的小流氓而已 好 還有就是說你們發展其他事業的可能性 在格局裡面我們會拿一些命令來跟人家會討論 還有第一 比如說我們看財路 你能不容易有錢 有錢這個東西不是對每一個人都好 有些人就是 他就比較清高適合做研究 他就想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啊有沒有錢 那有給我就給我 沒有給我 你知道我就找人生活就可以 還是有 還有包括說你可不可以自產 適不適合買房子 買房子這件事情在過去很重要 那現在這個時代已經不是很重要了 這個要去理解 自產這個東西絕對不是人生的必要 你把人生做必要的話 這個就比較偏頗了 好嗎 他去看婚姻 還有他看婚姻 婚姻你什麼時候容易結婚 結婚跟你談戀愛就是兩回事情 這個是結婚跟談戀愛是兩回事情 你一定要先談戀愛再結婚 除非你相親結婚 那相親結婚那些東西可以在盤裡面可以看到 這就是看你的婚姻是否和諧 人可以結婚但是不一定不打架 對不對 還是會有的對不對 這個都是有這種可能 說婚姻是否和諧 還有就是說 你可以從你的這個八字裡面看到 伴侶可能的年齡跟相貌 可能的年齡跟相貌不是一定的 他是可能的年齡跟相貌 還有就是說他有沒有可能 有小三有小王爬牆偷摘化 這些都是有可能 還有就是說你有沒有可能婚變 就是你本人有沒有可能就二婚三婚了 這個是有可能的 還有就是說你會不會結婚啦 其實都是會在裡面的變化 那包含的是說 我們還有就是說 男命你去論妻子 妻子之間的 什麼樣妻子對你 什麼樣的狀況之下 你妻子是好的 還有就是妻子的婦相 什麼樣的狀況之下 你結婚但是你會很痛苦 當然還會有什麼 還有女命論夫 哎呀這個女性去嫁老公也是很重要嘛 男怕入錯好女怕嫁錯老 這很重要 這現在還有論父母跟祖上的政相 我們是靠父母生我們 養我們、育我們 那上面有沒有留給我們一些 一些祖印 這會有的 那這個還是會有東西 有政就有父 還有就是同才手足的正夫相 兄弟姊妹不一定都是好的 這個有些朋友不同意 說手足之間就是要相親相愛 沒有齁 那個 手足不一定都是好的啦 好嗎 還有子女的正夫相 還有你求子的時間 什麼時候適合求子 你不對的時間 你懷了也會容易留掉 有些人就是你什麼都不做 你就是 剛才烈火點一下 你可能都沒有在裡面出來 但是他就會懷孕 因為你時間到了 真是那個小個人就非常強大 是不是 他可以從外面跑到裡面 都有可能 就是會有這個狀況 還有看部署 你現在在科技時代、社會時代 所以說我們會有組織 組織就要看部署 就是我們的健康的論斷 怎麼看健康 健康這個很重要 還有就是天干三重跟地之三重 他對我們的 人命之間有什麼關係 各位我們在看命的時候 他不是只有天干地之三重 我們還會看到 他會在在各種孕的時候 他也會有可能產生這個狀況 好嗎 還有就是說怎麼批流年 批流年這很重要 對不對 每一年老師都會批流年 學會了 是學了好了 你可以自己去給人家批流年 但是請不要在老師頻道打廣告 好嗎 呵呵 對不對 你可以批流年了 這就沒什麼問題了 那接下來就是說什麼 還有我們後面可能會補差 就比如說有些人是全陽閣啊 全英閣啊 雙胞胎怎麼看啊 童子命怎麼看 這些都會在這課程裡面 說目前為止 他大概會有40多堂課 我們說43節其實是不止啦 因為老師會在課程之中啊 老師已經錄了一部分 所以後面可能會一些增加 不會減少 我們的課程通常都是會增加 不會減少 因為該補充東西實在太多了 這個東西是還很正常的 那我們課程系列說明 就是說呢 我們現在不會一次把它更新完 一次更新完 你說實在的 你更新完 你也看不完啦 因為你這個學習需要時間啊 你也看不完的時間 那老師是希望 是說你可以是按照順序去看 這是很重要的 就我們學技術嘛 那我們每週六會固定更新兩堂課 兩堂課會去update上去 在我們 你買的都是全部的課程 那每週六會固定更新兩條課 那老師的課程啊 他不是固定的 有些老師他們的一個錄製的方法 是每一堂課固定二十分鐘 而老師沒有做這件事情 你可能有一堂課是五分鐘 有一堂課可能就是二十幾分鐘 他是沒有一定的 為什麼 因為老師要把主題把它定好之後啊 然後你可以去從主題裡面去溫習 有一些主題很短 有些主題就很長 那這個東西你 你沒有辦法是說把它固定在二十幾分鐘 那這個是不妥當的 因為有人是用十分鐘或十五分鐘固定的 沒有老師沒辦法固定 這個你要找資料 所以說你就必須主題明確 比如說我今天忘記胎怨胎期是什麼 我今天只想看怎麼論夫妻 因為我客人來問我突然忘記了 那我不用再一級級去翻 我就直接點開那個章節去看就可以了 那個章節也不會很久 最多你也不夠半個小時 短的話你可能五六分鐘 那都會有好不好 都會有 那全部上完之後 當然我們後面還有更新密歷 剛剛講過了 那我們會不會有班級群 班級群不會有班級群 不會有班級群 你每一個人來跟老師上課的 你只需要跟老師去溝通 這個是鐵定的 你不要說老師我們建個群 可不可以 老師只要看看就可以了 不要做這件事情 你也不要招這件事情 為什麼 因為我們這個正式課程 各位出來之後都有可能成為老師 你都有可能各立三投 所以說你以後誰自立門戶了 你不會太希望太多師兄姐知道自己當時是多麼的菜 問一些多麼愚蠢的問題或是開什麼玩笑或做什麼事情 都不要去做 這為什麼這個是很重要的 黑歷史不要去創造出來 那這一行是屬文 文人總是鄉親 有人說你也是全國門的 他也是全國門的 那或是說這個是我師兄 我跟你講他以前怎樣怎樣怎樣 他根本就不如我 我告訴你這個事情常常會發生 所以說我們沒有學習群 沒有班級群 你就跟陳老師去單獨一群 好不好 我跟你就是一群了 好不好 就不會去有了 那也不要試圖去自己拉人出來建交流群 不要這樣子 同學交流群裡面你只會引發糾紛 你不會加強你的技術 因為這個說他學的之前學是這樣 那另外一個說這個學的是那樣 那陳老師又講這樣 那誰對誰錯 我告訴你 你們討論不出對的事情 因為你還沒有出師 哪還可以你當師父了 你出來開課了 你自己建群 老師不管你 對不對 你不要用我的名字就可以了 那是你自己拉出來的群的時候 你只會越寫越亂越不對 你根本就不知道同學講的是對還是錯 他隨便可以唬爛一下 書上這邊抄出來的 這個書上寫這樣 或是我經過的經驗 我的經驗沒有 他也是抄出來的 結果書上面本來就是跟你講錯的 你怎麼分辨 你沒辦法分辨 所以你只會引發糾紛 還有人會來這邊臥底拉克 去學其他的 或者是說準備來去 去怎麼樣給你賣東西啊 或是跟你借錢啊 什麼都會有 所以是說不要去做什麼交流群 這個永遠都不要去想 我們至少老師這一派不可能 不可能讓你做交流群 有的話齁我就把你踢出去 我告訴你真的 不要不聽勸啦 那個出去的時候出去都會出事的 好吧 一出就是大事 那我們的課程好不好學 其實市長老師的學是超好學的 好不好 真的 我真的是可以學過這麼多老師的課程 我的課程做出來就是超好學 那個沒有什麼難學的地方 為什麼 因為我不需要你背太多 你要把八字通識 把它給我背熟就可以了 你背不熟 你說我太忙 我太累 我年紀太大 我年紀太小 我小孩太吵 都可以 你多聽 一直聽通識課程 我通識課程設計的就是 你用聽的就可以了 你把它內容精熟 那你這課程超級好學 好嗎 學會老師的基礎啊 你現在就非常容易的去學我們正式課程 這個是一定的 那為什麼會很容易學呢 因為我們前規門最重要的是分析 分析是什麼意思呢 我會教你排盤 但是你這輩子沒有機會手排幾次盤 你知道邏輯就可以了 你只要能夠判斷盤的正確性 但是你不要相信你自己排出來的 會比電腦來的正確 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你自己也不用去找排盤軟體 老師提供你的排盤工具 看能夠上網就能夠排 老師也會提供你APP 讓你去排 好不好 那個在我們的一個 這外部啊 都會直接讓你去下載 或是讓你直接去使用 那個不用付錢 免費的 都免費的 所以說你在任何的 無論你是使用哪一個派別的 你八成以上 你批命所需要的信息 都在APP或網站裡面 都是非常完整的 醫生啊 他可以判讀X光 但是他不用去考放射師的一個資格證 這樣各位了解嗎 你開手術的 你不用當班長去學怎麼樣去清掃的手術師 對不對 每一個人專長是不一樣的 你不要說什麼事情 我從一開始就到後面都會 因為你煮飯不用從種田劈財開始 你只要懂得看圖說故事 看錶斷吉凶 這個是比較合乎道理的 你要知道怎麼排 但是你不用自己去排 很多無論是叫奇門 叫紫薇斗數都一樣 你不要去相信你手排的不會錯 你說沒有網路怎麼辦 沒有網路 沒有網路你客人在哪裡 你客人也不會沒有網路的時候在你面前 我告訴你 這個很正常的 好嗎 那麼盤的範例是什麼呢 老師這邊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我們提供網站上或是APP裡面的 現在APP是足以安卓為主 蘋果可能要到2024年的陽曆6月才會有 那中國內地的一個平台也會上架 大概在2024年的5月去搜尋全規門八字 大概都會找到這些APP 免費的你不用看廣告 你就可以使用了 排出來的話它會有什麼呢 有姓名姓別 那你的姓名姓別那些事情 把它輸入進去 然後就跳出來 那如果你沒有去輸入真的名字也沒關係 你就看不出來你自己的三才五格 三才五格對不對呢 那個也是不對的 好吧 所以那個是基本的筆劃派去做 那筆劃派的本來就是不是很理想 好吧 那後面會有一些什麼獨立之吼啊 昆卦啊 息息事命啊 這些東西都是傳統會有的資料 老師就把它拉出來了 所以可以對照出來 你是什麼樣的 你是什麼樣的一個 出生的一個農曆 農曆國曆都會有 還有就是說你的節氣在什麼時候 在小數啊 比如說這個會有節氣 那還有三後 然後看過老師的劉悦裡面都看到三後 那這邊就有三後 二十八星秀 這個不要看兇就是一定是兇 不是 他就是二十八星秀的一個秀而已 一個星秀而已 還有人緣司令分野 這個子貧爭權 這個東西基本上你不用太去看 這個是不需要去看的 只是他會有 他會有 還有三才五格 這個東西就是在 我是大爺 這個東西就是把你批出來筆劃派的 六甲空王 這個東西我們在上課之後會講 八字篇若強 這個我們會教 就不用太看這邊 我們會教 那你起運的時候就是你教大運的時候 這個我們在三運的時候會跟你講 那這裡面還包含的是說比較重要就是 他有四柱 胎原 胎襲 命功 升功 這些東西都會給你排出來 所以說無論你哪一派的東西 你基本上用這一套就完完全全可以做出來 那這個是信息盤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八字盤 我們的八字盤是非常的詳細 我們八字盤除了年功、月功、日功跟十柱 這四柱裡面都會有之外 包含你的什麼 你的長甘 還有你的納陰 你的四柱空王 還有你的神煞 神煞這個東西是蠻有意思的東西 還有你就是這個 是不是那個 十二長生 這邊也會有 那我們的神煞好就好在自說 你看不懂沒關係 你基礎通事 你學過一點忘記沒關係 那個時候你點一下他就可以出來他的一個說明 這個公開的啦 你就可以看他說明 那在說明對或不對 那當然你要看老師通事課程跟你講的內容 再跟他去做比對 這個系統不是老師寫 老師只是買一個 我認為這個已經是很完整的一個系統 那老師自己驗過是沒有問題 這個系統不是我寫 寫這個時間太長了 我沒有辦法 好嗎 那學習的時候一定會有問題 那學習的時候有問題 那什麼狀況老師不會回答你的問題 我們醜話講在前面 不是什麼問題 你來問我都會回答 沒有這回事 好嗎 你沒有因而無息清楚 而且你沒有買過老師基礎通事課程 或是八次通事課程 這個東西你問問題 我不會回答你的 我跟你講去看課程 因為已經有了東西 我再去講的東西的話 就浪費我的時間 那你沒有去買到基礎課程 那我回答你 那我就對不起其他有買的學生 對不對 所以說你要學習 你要分階段學習這個事情 而且你不知道時辰納因行課的變化 那你也沒買過老師的八次通事課程 那你問出來的問題 老師為什麼它這個代表這個 那個代表這個 你這個八次清楚課程裡面已經有了事情 那你再來問 我就覺得你是在開什麼玩笑嗎 這個我也不會回答你 所以說老師不會回答在其他課程 已經有的內容 那你可以問 但是我會告訴你 你過去課程哪一個課程也有 那你再決定要不要去買 然後不要怕問問題 你是可以問 但是我不一定會給你答案 我是可能告訴你 已經有的地方在哪裡 好 所以再來就是 你還沒上完所有課 卻想問自己或家人的命如何 我是教你算命 我不是來幫你算命 好吧 那這個事情 這常常會有一些學生很搞笑 所以老師你看看我兒子命怎麼樣 老師看看我的老婆命怎麼樣 老師你看看我媽的命怎麼樣 那我看你家的命 那你付錢 那你奇怪了 呵呵呵 是不是 你上完所有課了 然後你要跟我問說 你兒子命怎麼樣 你不是問我命怎麼樣 而是說老師 我認為我兒子是這個樣子 我看到這個 所以說他就可能未來會發生這樣的狀況 老師你看我說了對不對 那這個事情我會回答你 然後你不能說這個命怎麼樣 我幫你批命啊 開什麼玩笑 你是來學的 你要學你就是老師 你要勇敢的為你自己的家人 為你自己 或是為你的客戶去批這個命 而不是要我給你答案 我給你答案是 因為你問了 你來驗證你自己算法對不對 這個才是重點 再來最重要的是 你不要拿外面別的內容 或是網路的說法來問我 老師那個某某老師說這件事情 你直接怎麼看 欸 你要講一句 我實在的 我是來教學 我不是來辟謠的 我們任門規裡面就很明白 是我們不會去攻擊其他老師 我們本門啦 我們前後門是這樣 那個師父有在教 我們不能去攻擊同行 或是其他老師 那我覺得他不對 那我就不說話就好 除非他真的很誇張 不然我們就是不說話就好了 我只負責教你 我不負責闢謠 這個他到底對不對 那你覺得他對 你去問他 你跟他拜託 那你找我幹嘛 對不對 欸嘿 這個是 老師講話是這樣 這個你要去了解 不是說 我們不能討論 而是說別人的教你的事情 你去跟他問 那你去 你去跟他學習 那你覺得老師課程裡面有問題的 你可以來問 那老師一定會回答你 這個只要合乎我們規範都會回答 那過程中我怎麼問老師問題呢 一定要來問老師 你不懂的事情 在課程內不懂的 你不要預先去說 啊未來上這個課 那我先問這個問題 可不可以 因為我以前學過 那這個我不會理你 我就告訴你 等課程出來 你在看這個結果 你在告訴我說 你有什麼問題 最好就是你全部上完了 你來問我問題 那這個事情 我們的講話會有一定的空間 好 這樣這個各位要了解 那怎麼問呢 第一個就是 唯一的方法 不是第一個 是唯一的方法 就是寫電子郵件來問老師 好 這電子郵件在這邊 你在這邊 你要透過電子郵件來問老師 我不接受什麼樣呢 我不接受你其他的方法 你就只能使用電子郵件發問 你這樣子的話 你才會有歷史的詢問紀錄 以後你忘記了 你直接在收件夾裡面 或是寄件備份裡面 去看老師的回答 好 這個很重要的事情 為什麼 因為你寫信的過程之中 你會加深自己對問題的理解程度 很多人就想到了 想不懂 然後直接打電話來問 或是來發那個社群軟體來問 我說那個開什麼玩笑 我當我是Siri嗎 對不對 我又不是Siri 你想到什麼問什麼 不對 你要把自己的邏輯寫出來 我哪裡不懂 哪個點在哪裡 你才能夠是發這個問 因為我們是在求學問的 我今天賣你的課程 就是希望你能夠學會 希望你能夠學好 所以說請你按照我的模式 我沒有求你買 但是你要學 我願意教 那請你按照我的規矩 你就只能使用電子郵件來發問 你說通識課程 你可以用LINE 你可以用微信 但是正式課程 我不接受 正式課程我完全不接受 你一定要使用電子郵件來使用 而且你要給老師思考 怎麼樣回答問題才讓你理解 每一個學生理解的模式是不一樣的 我不能用一種版本 去回答所有學生 當然以後可能會出的問題的疾景 有同學問過這個問題 我們怎麼回答 但是呢 有些學生你們的特色就是 我必須講另外一種模式 才能讓你理解 那因材施教這個就很重要 好嗎 所以說專業課程不是通識課程 我不接受 我不接受這個 你在郵件以外的方式 來去詢問 好嗎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過程 好 所以說呢 現在就是我們介紹的過程之中 那各位覺得有沒有想好 你要學陳老師的技術呢 如果你想好了 付錢上課啦 呵呵 感謝各位今天的收看 我是陳老師 我們正式課程來見